首先是咱们小龙哥的 小龙哥的 扇子 大家猜一下为什么 所有人说猜一下为什么 然后我再给大家公布答案 就观众给的答案 君子嘛 风度翩翩 所以是扇子 其实答案差不多 大家给的答案就是 温大人 御树临风 温大人 御树临风 对 这上面还有竹子 你记得我一袖脚 这个竹子吗 脱竹 谢谢 谢谢虎子 我现在最需要的 接下来是陶欣然 陶欣然姐 我撒你 你也是陶欣然姐的 你怎么 你干嘛就是要 这个反正没什么 没什么可神秘的 没什么可神秘的姐 虎哥 我跟你说 安玲珑作为你歌手界的前辈 你还是应该亲自 把这一刻 多多保护自己的伤 你也需要 猴桃 猴桃要给陈思思 为什么 话太多 话太多 你也需要好吧 就是他从那个三百年前 然后就开始那个 科技犯了 然后犯到现在 我的嗓子吧 就历来就不老好的 把这儿我的嗓子 十四年了 你的嗓子还没好是吧 您是最早的超级女生 应该是 最早的 还有乘风破浪的姐姐 然后化学课代表 花华高手 反正全是我 对 你看文艺生 体育生 对 就是要搁现在 我这把别人给卷死呢 说玩梗 还是真逮咱们的衣食父母 因为观众是最后玩梗 猜想是 那是什么呀 指南针 指南针 答案是给梅姐姐的 让她找镯子 因为方便她找镯子 是的 懂我们的观众吗 观众这会玩梗 学了 接下来这个 我觉得这个也有意思 哎呦喂 花露水 花露水 不是你吧 皇后娘娘 这个是皇后娘 花露水 皇后娘娘 你还等一会儿 你怎么什么都想上贡 给皇后娘娘我发现 太忠心了 是不是 私下比距离忠心 哎呦我的妈呀 有可能是换臂的 我的 换臂洗绿 跟洗绿有什么关系 她到了绿的地方 草木多的地方 那蚊子不就多吗 哦 硬好 直接公布答案 公布答案吧 这给谁的 是给 司司姐 司司姐 对 啊 为什么呀 对 因为珍环送过曹贵人 蜜和香 拉罗 你好 拉罗 你干净的 真好 感受一下 感受得到 谢谢广大亲爱的网友们 真的特别感谢 我的妈呀 完全没有想过这个点 太厉害了 猜一下这个 一个大黑招 这是我啊 肯定这是王后 但不是 因为换臂看谁都不顺眼 不如眼不见为镜 我太喜欢了 真的是可以啊 真的 昨天晚上我一看 这不行啊 没我兄弟的礼物啊 我是已经 我就在你的店里边下单了 哎呦喂 这不合 不合适啊 这就是昨天晚上 就是那个下了单 而且你看金额 刚好下的是 998 对啊 哇 酒狼里其实有店啊 他自己有酒狼品材 酒狼没有送给你们过吗 这也很厉害啊 没有 哎呦 那肯定是跟你们关系一般啊 过不了 就是 哎 就是因为 我还没有来得及个点来送 因为这刚热 来 下一站啊 我告诉你 还最后一站啊 五哥 因为我确实我送你这么多 你也该换回家了 哈哈哈哈 OK 原来是这样 大概是这样啊 谢谢你 虎子加入我们 谢谢 行了 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好嘞 我们吵不吵啊 他们也吵 还好啊 其实比我们会好一点 你们更吵 我们更吵 我们都听不听对方在说什么 八十 八十 耶 耶 耶 哈哈哈 哈哈哈 对 我们吵嘛 确实是 我们特吵 像歌手每天早上会练吗 我 我是分阶段的 就比如说最近嗓子不太行 就不练了 对 但是一般就是 尤其是演唱会之前 比如说最近演出比较多 早上就会 开开嗓 就是开开嗓 我升学也就是这两年才学 我之前没学过升学 那你之前是 我学编导的 那是编导的 对 我之前不是干这行的 从天赋变成了歌手 还竟这么说 所以关键时候 有点技术还是很重要的 是 没写对他时间 用这个来养活自己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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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尤其是唱歌也是 就是你 你给他付出多少时间 他就给你多少那个答案 你上台的时候 你有没有练过 什么 就是感觉得出来的 对 嗯 所以你看到 所有的运筹帷幄 他们都是经过刻意练习 对 嗯 因为现在唱歌需要唱演嘛 嗯 所以说我也想 其实已经因为 接下来我要开自己的演唱会了 我想 我想做这样的唱演环节 但是我这个没啥演技 就是太诚夸了 你 你在我们这儿学演技 嗯 你 你学发 学派了 我们 就只能学到神经病 啊 我们演续的时候 我们演技很高的 好吧 确实是实力派 因为跟荧幕形象 一点都不一样 一点都不一样 哈哈 哈哈 天哪 因为所以说才能说 那个角色塑造的就是好 反差太大了 反差太大了 说滤镜咔咔碎完 我太震撼了 我就发现这帮风的儿 这跟我看的时候 一点都不一样 嗯 对 我还是比较像温太一的那个 哇 哥你可太不像了 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就 哈哈哈哈 我觉得 我觉得 这个 可以了 竟然不像那个 阿丽 可以了 思思的意思是 你快闭嘴吧 吃饭了 哈哈哈哈 陈思思来就来控制我的 我发现她来就来控制我的 吃饭了 吃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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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 吃饭 因为我更经历过 演出 没有关注 没有人 没有人看你演出 我也经历过 真的吗 没有人看你演出 对没有人 20年 2011年 一直到2014年 就几乎就没有人 就我演出 就几个人都不会做那么满的 所以就是要 我们说择一世忠于生 而且要坚持 你看他们现在一票难求 买那个 买他们的票 要拿那个筋膜枪 那么去 真的呀 你知道吗 就我我这样咕噜寡闻的人 都知道他们用筋膜枪去抢票 好多人跟我说 晓冬哥 你能不能买到那个 德文社的票买到什么 我说这个真不行 因为他们真的是特别难弄 下次有你的 有我 我给你一个订票电话 哥 您会跳冰心舞 金鸿舞就是他编的 对啊 金鸿舞是他编的 冰心舞都是我编的 我提前回到北京 还去你北京 来 跳得多好 秦燃姐真的自己在冰上怀 你知道秦燃那些 冻成啥样子的一层沙 都说那场戏是那个 沙青红戏是吗 对 在圆明园 全居的 而且现在圆明园 每年他那个庙会 真的有一个人 穿着安丽蓉的衣服 在那跳冰心舞 当时我找的这些人 我是到地毯滚轴溜冰 地毯溜冰场 龙潭湖溜冰场 找的这些人 包括给你的替身 是龙潭湖找得到 真的 你只要找替身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从来没有碰到过 这么的剧组 就是我当时拍完 恒电的戏份以后 不是提前一个星期 回到北京去 练习 可安排了教练 让我去学滑冰 小龙导演当时说 他说 因为他知道 我不会滑冰嘛 他说 我对你们有更高的要求 我只需要有一个镜头 你必须要可以完成 就是说 我要从你的脚 摇到你的脸 我要告诉观众 这个冰是你滑的 因为不会滑冰的人 是站在那都不行的 你知道吗 后来是那个董老师 带着我去看了一场 冰式的演出 龙潭湖吧 我忘记了 龙潭湖 地毯那个滑冰场是吧 地毯滑冰场和龙潭湖 那小女孩是龙潭湖的 你知道吗 董小云老师 就和我坐在那 看了一场演出 我们的同仇 董小云老师 对 她说 欣然你就看台上 哪一个你觉得像你的替身 我就在那点 我说 董老师我觉得这个身形像我 她说好的就她 最后去做替身 就那个姑娘 没有碰到过这样的巨组 命运的齿轮从此打开 真的从来没有碰到 有些巨组 那这个对吧 根本就不管演员 我感觉全国都在 你上做这个发展体 真的很舒服 我感觉这样下来以后 那个气流啊 都会顺着我的那个 手臂一直到手指 如果你不说话的话 可能就更好 继续 OK OK 在喔 好 双眼区 她还行 身材 ys 尖手 呼气下落 配合双膝围巡 重心慢慢回落 关心你连身杖 宠腰迴正宁 吸气按照 口向左转 你跟紫頭 摇透白尾 巨星火 什么还有腾部运动 吸气看 身杖 呼气下半 按照 喜气 多声做情 楼气又悬 我们走咯 出发啦 出发啦 感冒了 我给您拿一辈子 差不了 不用一辈子 我今天这个 真远道一来真的 真坏了 真远道一来真的 真坏了 我之前在横店拍一个戏 他也正好有我爸爸 所以我们其实并不是很久 没见面 没见面 但他这次来我真的 第一次确实感受了一个 我想到是他了 你怎么那么聪明 我觉得应该是他来 或者是那个母亲来 但是母亲又不是你妈妈 所以就没问题 对我一场男人父亲 对吧 真好聪明 猜师 猜师 猜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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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谐音了是吗 对啊猜心思 女人的心思 男孩你别猜 大家好我们是 猜心思 猜 猜猜 你们永远猜不到我们想什么 这样 天哪 好 等一下 要点一下嘛 所以说就是这句话你来说 你们永远猜不到我们的心思 天哪 想不想吐 我的鸡皮疙瘩 女儿跟我老公坐在一个里面的时候 有一天水蛇 水蛇 天哪 丢在他们的脚里面 然后我老公就 他最怕蛇的 然后我女儿也叫 然后我看见他们反下来 然后就爬上去 原来是有蛇 他告诉我 水里有水蛇 对啊 有 但是靳哥突然在我心目中 很Man的那个滤镜 已经开始有裂缝了 你说过那个空中玻璃栈道说 都是怕蛇跟其难的 我的天啊 这个连我老公都不行 我跟你说 真的吗 真的 你这么出卖靳哥 我老公是位高的 所以说他怕蛇 他怕蛇的 但是你知道有一部戏 我跟他拍的那个水月东面 他就是有一百多条蛇在他身上 他说如果有一百多只江南在你身上 你会怎么样 我说我根本不会拍 天啊 可以打破 是真的蛇嘛 蛇啊肯定是 所以金哥能成功啊 对啊 他就是一个 他真的拼出来的 为了工作很拼的人 他真的是拼出来的 不是拼出来的 所以没有一个人的成功 是随随便便的 是 真的 明天我睡觉 我两个女儿是很小嘛 一个才半岁 一个半个月 一个才一岁多 因为我们那个水酒间是 就是开放式 开放式 然后我就去水酒间的时候 我就看见这么大一个蟑螂 我就看见他 我又不想他跑 你明白吗 一跑了我不见他了 又不知道他爬到哪儿 爬去我两个女儿那边打扮 然后又不敢弄他 你明白吗 现在里面只有我一个 我跟你说 那天我真的 我说求你不要走啊 但是我又不知道怎么打他 你真的在跟他聊天吗 你真的 然后拿一本书 我就压一下 然后压一下之后 我就拿很多纸巾 掉在那个石坑里面 那个臭 我感觉他在拍 九星族的电影的画面 广东的蟑螂又大 香港广东那边的蟑螂又大 肥的 又肥 好好笑 他到什么贵节的时候 还会飞啊 天啊 贵节季节 很恐怖啊 很恐怖啊 很恐怖 真的 就是广东那边的蟑螂 就感觉两只就可以炸一盘 就当饭吃了 天啊 然后我发现真的是 是的 真的是 如果你只有两个孩子 我就算了 我不管 没有 他们我就算了 但是他们 然后我感觉 你就别走了好不好 然后我应该怎么对付你 对 对 好恐怖啊 我觉得 饭答应一本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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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笑到不无得了 笑到不无得了